近台中市一名十岁小男童 才国小四年级 深夜十点却独自一个人 背着大袋子在街头叫卖蜜件 引来了远景的注意 原来呢 男童的母亲因为出车祸了 没有办法工作 贴心的男童干脆帮妈妈 卖起了蜜件 但每天从晚上六点呢 卖到了十点 导致上课都会迟到缺课 目前呢 社工单位已经介入协助 十岁男童背着红色大袋子 已经晚上十点了 却独自在街头 手拿着蜜件包 看到路人就跑过去退销 但是连续问了好几个人 都没有人愿意买 男童背着沉重的袋子 里头装有凤梨干 芒果干 羊桃干 小小个头背着三十几包 街头贩卖 帮妈妈贴骨家用 大概差不多三个人或五个人 会很累 会 男童孤独身影 引来远景注意 将母子两人带回警局 十岁男童吃着远景买来的晚餐 妈妈在旁边哽咽表示 全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 才会让儿子这么辛苦 我们也不愿意说 让小孩跟我们去卖 给小朋友他是蛮贴心的 他因为他知道我 常常会莫名其妙 因为老父的关系会晕倒 对 所以他会陪我去 但亲家庭 加上妈妈车祸 男友血快 会不时昏倒 男童每天下课后 晚上六点 卖到晚上十点 一个晚上卖个两三包 一包一百元 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却导致上课 常常迟到 会很累 怎么说 就是例如我背那个东西很重 然后肩膀又会痠 又会痛 妈妈表示 寄件房租三个月 真的是不得已 才会让儿子自己卖密件 社工单位介入协助 不让男童再一个人 深夜到处叫卖 中文权 网易潮 林静为台中